快充你用过吗 打开充电盖插枪扫码啪就搞定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快充真的够快吗 反正我从来只听说过车主们嫌弃自家车子充电慢 还真没几个说现在的充电速度能够满足需求的 其实充电慢这个痛点呢 主机厂比谁都清楚 于是小鹏、爱安、保时捷几乎这些厂家 都针对这个痛点拿出自家的解决方案 并且都在围绕800V高压快充做文章 这个800V高压快充用起来有多爽呢 从小鹏G9的充电片段来看 充电5分钟续航200公里 这个真没吹牛 这里我们先给小鹏点个赞 毕竟G9全系都是800V平台 最高也能支持430千瓦的充电功率 哪怕你买入门版本 也同样是800V平台 也具备300千瓦的充电速度 而且小鹏从第三季度起 就开始铺设这个S4的超快充了 这小鹏车主可爽了 但是对于那些非自建充电桩的品牌而言 800V平台真的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吗 那我觉得真的不一定 要知道哪怕车子支持800V的高压快充 但在第三方的充电桩没有跟上的潜力下 这可是故障难鸣啊 800V平台的充电桩不是说贱就贱的 这需要两个问题 用电跟用地 用地就好理解了 而用电呢 这需要斟酌一下了 其实高压快充对于电网而言呢 真的只是小case 你那个高压对于电网那个高压 简直不是一个水平面 但问题就在于配电网上面 充电桩相当于一个大功率 不定时用电的用户 这就意味着配电网至少给你预留了这么大的容量 但是这个容量给了你 那别加就不够了 这里你只能给电网中容 再立一个变压器 但问题又来了 这个变压器放在哪 放在哪里 都会有人去反对 所以呢 第三方品牌去普及这个800V的超充装 注定这个进度是缓慢的 这件事情也许只能用国网牵头去做 那么还能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但是国网充电桩的使用体验嘛 懂的都懂 所以我觉得腾式D9那个双枪快充 倒是一个不错的折衷办法 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黑客技 比亚迪的T10卡车早就支持双枪快充了 而且部分的纯电巴士也支持这样的技术 很多人都以为腾式D9是两根枪一起用 才达到166千瓦的充电速度 错了 画重点 腾式D9是单枪已经能支持166千瓦了 也就是说 无论是你用左侧 或者是右侧的直流快枪口 D9都能给你跑满166千瓦 而这个双枪快充的意义在于两点 第一个不敲装 只要是快充装 管它是什么第三方品牌都能用 如果你是小鹏G9的车主 那理论上你得找X4超充装 才能享受这个充电5分钟 需要200公里的便利 但是如果你究竟选择普通的小鹏飞超充站 那就没有办法跑满这个430千瓦的充电功率了 而第二点就是提升166千瓦这个快充场景的使用概率 所谓166千瓦就是腾式D9这个快充的最高支持的速度 因为有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公共充电桩的充电功率 能够满足条件的占比不到29% 而根据我们实际的使用经验 厂家给出的充电功率 其实日常使用中并不会每次都跑满 因为这点看很多外部的条件 譬如基于车子没有问题的前提下面 充电桩的充电速度瓶颈 就看那个充电桩的负荷了 要是好几台车放在一起充 那么飙升180千瓦的桩 可能分配到每台车上面 也只有100千瓦左右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台同式D9 而且还能插上两根直溜快充桩 那个就是双倍的快乐 哪怕充电桩分到单枪只有80千瓦 可是我两根枪一起来 也有160千瓦的功率了 换言之 双枪快充的意义不在于峰值功率有多高 而是在现有充电条件不那么完善的情况下 不需要借助充电桩的升级 就能实现尽可能缩短充电时间的目的 据我了解 双枪快充其实是基于一平台3.0打造的大功率充电方案 同时D9的纯电版本那三款配置 它都是支持的 而理论上只要是一平台3.0的车型 都能布置这个方案 只是之前没有用上的原因 我大概率猜测试 出厢空间实在不允许 那所以问题就来了 800伏平台还有必要吗 这里我给出肯定的答案 有 因为哪怕没有800伏的充电桩 在普通的400伏充电桩上面 同样的电流功率也会直接翻一倍 也能提升充电的效率 可是800伏平台 你得要求电池包 电机 以及充电接口 均达到800伏 OBC 空调压缩机 DCDC的转换器 以及PTC的加用器 都需要针对800伏平台 进行重新的适配 这些成本 其实最后都会落在消费者的头上 所以 如果能在相对较低的成本下面 提升充电的效率 我反而觉得 双腔快充在未来普及的价值 其实也不低于800伏平台 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呢